都市人很多時候都因為長期對電腦 或者低頭看電話 會出現一種俗稱叫烏龜頸 學術名稱我們會叫頸看前傾的問題 今天我們會講解一下什麼是頸看前傾 也會教大家幾個可以在辦公室 或者在家裡舒緩和解決這個問題的運動 這是一些甘膜不平衡引致的問題 因為長期姿勢不良 坐得比較軟一點 比較壞一點 她的頸前面、胸或腹肌肉相對比較繃緊 而一般而言 頸後面或背的肌肉 或腰的肌肉 通常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弱化的狀態 有機會引致頸椎關節退髮 頸椎盤勞損 甚至一些頭痛、手麻痺的情況 譬如在她日常生活工作裡 她可以每隔一個多兩個小時 離一離開的位置 去倒杯水、去廁所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做一些強化運動 譬如是頸後面的肌肉 背後面的肌肉 甚至是下肢的肌肉 我們整個人的後半身 肌肉的張力強化的時候 她可以坐直一點 手放頭的後面 盡量打開手肘 感覺前面胸肌的肌肉 有些拉扯拉伸展的感覺 第二件事 我們挺胸收下巴 夾雙下巴出來就對了 第三件事 就是手輕輕向前推 雙頸未未向後用力 手和雙頸一起動力 然後我們在這裡定住5秒 雙巾帶 放在腳底 插著 好 這隻腳放在後面 雙頸未未向前傾 然後 用力的時候 手肘拉向背部 盡量手肘貼近身的 微微挺胸 感覺背部肌肉有張力 把雙巾帶 拉向我們的深圳 手肘緊貼 身的兩邊 感覺背部的肌肉有些用力 很多朋友可能會這樣 壓起手肘 這樣的話 背部的肌肉張力就會差一點 最理想就是 手肘夾起來 前後腳企 重心多放在前面這隻腳 雙手舉起 然後慢慢把重心 移向前面這隻腳 壓低